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富强天下 我是顾老师 今天这个行情就是上下震荡 美股费半大概跌2% 台股大概只有跌到0.6左右 大概只有跌到130点 那我认为盘中最多有不过才多少 我看盘中最多168点 这还不错 16614就是我们在五日线的时候 它是没有守到 当然它不会守五日线 因为五日线算是极短线的指标 既然它是极短线的指标 它就不容易守得住 就这么简单 这个没有什么好去argue 因为我觉得这个只是说 我只是稍微回撤一下 这个很简单 回撤 小小的回撤 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 尤其是哈马斯的攻击方式 类似于恐怖攻击 如果说你是类似恐怖攻击的话 你就会比较受到 就除非是你这个支持他们的 才会有一些资源 很多人在说这个冲突 会扩大到什么伊朗 还是其他国家 以色列好像就会背负受敌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在美国这边的有钱人 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犹太后裔 然后全世界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子 就是以犹太的民族性 他们是属于比较团结 因为在过去的五千年 他们除了一开始有建国以外 剩下的时间点都被人家欺负 从1948年开始建国开始 他们就非常的团结 在当时的时候 所有周边阿拉伯国家 就在攻击以色列 为什么要提这个 我要提的是说 以色列不会那么简单 就被人家打掉 他也很有能力去对抗 其他国家的侵略 加上说他的所谓的科技业 跟他的生技都非常的发达 那你说会冲突扩大 我认为不会 这个美国福特号已经到了 你要怎么样扩大 我觉得都很难 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两件事情而已 很多人说他会赢的战争 输的政治 那我跟各位报告 政治最后面的手段就是战争 讲不过你的时候就比拳头大 股票市场里面比什么 比钱多 股票市场只有比钱多 股票多算什么 我钱比你多 我一样嘎死你 你信不信 就这个概念嘛 所以我们是个观察家 我们是一个分析师 我们在旁边看 我们只要抓好这个商机就好 那因为现在这个行情 它没有商机 它没有很明确的一个主方向出现 可是我们在中间 我们把握的原则 我讲是把握的原则 把握原则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是用财报去选股票 现金流入现金流量 跟周转天数 我们看的是这一家公司的本质 公司好不好看现金流入 就是营运现金的流入 营运现金的流入很重要 就是说我营运现金是本业嘛 我本业有赚钱 我当然才能够收到钱嘛 如果你周转天数太高 那你是不是就是先卖 就是说预收的太多了 你会造成现金流量不够 那公司营运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会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找的部分 找的部分 进出的部分 我们就是照着规定 照着这个自律来 自律就是说 我们用的是量跟价比较 比如说这个突破了均线 突破了 有没有突破均线啊 还是说这个MACD啦 还是KD啦 还是说乖履率啦 还是布林通道 这些都可以 就是我们在盘整的时候 做的是所谓的 布林通道的超买跟超卖区 MACD的超买跟超卖 就这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来看一下这个4763的材料 材料是慢慢的 又开始慢慢的转强 今天是收高4.2% 大概是涨了快50块钱 小材料 好 材料是不是慢慢走 这是五日均线 看不出来没关系 我们再多两条 大致上就是一个十日线跟季线 季线 它的季线距离上面有点高 但是没有太离谱 大概只有300块钱 大概就是3%左右了 百分之 应该不是3% 应该是说30% 这个算是有点高 所以说它常常会做一个什么东西 上下震荡 有一个上引线 可是它刚刚突破 这个所谓的五日跟十日的短均 刚刚站上去 然后现在下来呢 这边呢 这边呢 改一个所谓的十日均量 什么概念 十日均量就是类似双周量 双周量 双周量是很重要 它今天没有突破 所以明天它容易拉回 可是它如果带量突破 你看 你们看到这边 带量突破了这个十日均量 它就攻上去了 有没有 它只要能够站上十日均量 它就能够攻击 因为筹码换手 筹码换手就是后面买的人 会比较积极一点 前面有获利了结 卖押 就会积极 那为什么材料能够 在这边开始做一个 所谓的今天大门不好 对不对 AI也不好 对不对 材料 刚性需求 我说它是刚性需求嘛 止尿布嘛 医用过滤器材嘛 这个过滤器材很重要 过滤一次 过滤十次大概就不能用 它不能再水洗 它没有办法再水洗 再来利用 通过我们人体 血液透析 是把我们血液抽出来 过滤之后再回来我们身体 它不能回收 不是说我们今天用HERPA 在车上用滤网 拿下来水洗再把它装上去 就跟Dyson一样 Dyson可以水洗 那你这个它也不可能 你用我们血液 或用其他的那种过滤人体的 这个不能再水洗 所以它要直接换掉 那止尿布也不能水洗嘛 止尿库 止尿布都一样 用过就要换掉 所以这是刚性需求嘛 天然木浆的嘛 又能够燃烧 所以它没有在伤害环境 又是刚性需求 香烟绿嘴也是一样嘛 四大香烟商都要跟它拿 而且他们在东南亚 中国一带都有在跟它做下单嘛 因为以印尼啊 他们那边其实没有什么禁烟啊 他们还是在抽 那你去看那个乌克兰跟俄罗斯 那个也是因为压力大压力大 所以那也是一样 所以可能台湾没有在抽烟 可是其他国家都有 所以说这个需求面还是在 所以这叫刚性需求 材料面 材料啦 材料就是刚性需求 一样的道理 威胜 威胜能够 威胜今天也是收红嘛 它也是流上下引线 它有带量 所以威胜属于蓄势代发 蓄势代发 它就是先蹲后跳 先蹲后跳的格局 ASIC AIP 自驾卡车 自驾车 这个所谓的工厂的自动安控装置 自动的安控装置 这一次的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攻击 就是有人在讲说 哈马斯做一个渗透的动作 以色列这个引以为傲的监控系统 完全失效 所以我认为他们搞不好 还会再进一步 做一些新的update 那我认为这个是有 威胜是有这个机会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附带一体面 在上面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全训 全训 当然它这边可能是 会做一个回档 这边从150到170 这是我们 台湾最厉害的 这个所谓的飞弹概念股 当然它今天在讲是在讲生化加 因为在氮化加上面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应用 就是在于AI伺服器上面的 使用功率过高 AI伺服器因为它属于高运算 高能耗 所以它需要比较高阶的 这个所谓的电源管理的系统 它要降那个所谓的电源损耗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氮化加 它是属于高 什么东西 它是属于高密度 跟所谓的高 应该不是说高科技 应该说它的是属于 比较高阶版的氮化加的 第三代半导体跟 第二代半导体的唯一供应商 就是 台湾唯一一家 全训是台湾唯一一家 它除了供应飞弹的制导系统 制导系统上面的芯片组以外 雷达 这个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家公司 那东哥来讲 它是因为很简单 东哥为什么不能动 为什么不会再跌了 为什么它开始涨了 修正 打底 转强 一样嘛 带量转强 因为我讲过 游艇业是一个高阶产品 它跟一般产品不一样 它是属于不受景气影响 我说 因为你想想看吧 三千万一百尺的游艇 我说三千万台币 不是三千万美金 三千万台币 大概一百万美金左右 一百万美金一台车子 跟一百万美金一台游艇 在国外 希腊 意大利 还是说在 在北美 不管是东南西南都一样 买游艇的人很多 很多 因为 我可以做的 activity 我可以做的活动 跟人家不一样 就是我可以去看海 可以享受这个热日 可以去开出去 稍微走一走 绕一绕 转换一下心情 因为我开车嘛 开车就塞在车阵当中 红绿灯 再怎么样也是在路上 总是换一个环境 所以它的游艇的订单量 游艇的订单量 它一直延续到哪里 84-78-20 一直延续到2025年吧 明年开始产能会开出来 明年产能陆续开出 那我现在请问一下 现在我们在2023年的Q4 2023年只剩下两个月半 再来就是2024年 2024年的2月就已经过年了 在中间的时候 它的业绩就一直进来 为什么 因为你时序来到2024 你开始做一个认列法 开始做一个认列 你看 它的业绩你看成长多少 3倍 成长72% 这是因为交船 交船 赶着交船 去年大概20块 今年大概也差不多 20几块 再来它产能会开出50% 那如果说你股价在 股价在低档 产能开出 那你认为它的股价会怎么样 往上还是往下 对不对 未来产能要开出50% 股价在低档 蓄负也一样 对不对 产能开出 对不对 蓄负今天比较有意思 这个等一下回来跟你讲 为什么 那听清楚 蓄负它有个美账 今天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那休息以后 再跟各位 休息以后我们再回来 多聊聊生计这个产业 明大头顾顾老师 庆祝光辉十月 配出3加3十分幸福专案 3加3十分幸福专案 要您在运通财经台 上午十点半 下午四点半 一起幸福 立刻不打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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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大头顾真心照顾 明大头顾顾老师 庆祝光辉十月 配出3加3十分幸福专案 3加3十分幸福专案 要您在运通财经台 上午十点半 下午四点半 一起幸福 立刻不打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最新台股市民 也好 CDMO也好 就是生物制藥 这些都是所谓的新药 新药部分它就是出来药症 出来之后开始飙涨 那你要投资新药 你要很有耐心 那我们这边的角度是说 我们找一个已经有在生产的 产能准备开出来的 股价在低档的 这样子去做一个卡位 跟布局的动作 那续副它就很标准 很标准 就是说它之前因为有受灾 所以说它的产能有停顿 现在开始新产能在第三季开始 第四季开始准备增加 观音的新厂 二五年就开始做一个市产 二五年到现在 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 它是属于原料料的代工 有清光眼 心率不整 抗忧郁 抗癫痫 Parkinson 跟Malawana 这个部分 好 这个东西在于美日外销 美国跟日本的外销比重 外销我要讲的是因为 我们现在在台币在贬值 做一个外销 有个汇兑收益 产能在二五年 二四年准备陆续开出来 那股价它之前呢 蓄附之前呢 它这边有八十块的附近 它有做一个现增 它有在做现增 就是说它的现增 其实我觉得是还好 意思就是说 它会有 这附近 这附近会有一个卖 老股 买新股 现增是这样 它是属于私募案的现增 私募就是说 我今天去募了这一家公司的现增 我的股票就要必锁三年 它有一个必锁期 那现增价大概在八十块 那你很多人有的 可能会去卖老股买新股 就那么简单而已 它是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在哪里 今天这其实大盘都没什么量 大家也没在做电值 大家也没在做生计股 可是呢 它今天却在一个没有量的情况底下 有人灌 三百张就把它灌下来 三百张就把它灌下来 葡萄王 平盘 生达也在附近 台药也都没有什么跌 但是以这个现增来讲 虚腹却是被灌得比较多了 我要讲的是说 它有特定的人 在做一个换骨的动作 那我可以跟你保证 当它在做一个换骨的动作 以基数面来讲 它就是准备要发动 准备要发动 没有人照顾的股票 它就会不动 什么叫不动 上也不动 下也不动 如果是散户一直在买的股票 它就会莫名其妙的 每天就是一直在跌 涨了涨一点点 跌了跌的比较多 这个会蛮麻烦的 就是像技嘉一连专下来 反弹了反弹了 你又不出 不出了以后它就送你一根大黑K 然后大黑K之后就开始往回修正 当然可能来到这里它又要反弹 可是重点是它也是来来回回 那你上去你就真的要记得 我们要做一个调整 如果你是用技术线型进场 你就用技术线型出场 对自己比较有保障 对自己比较有保障 不然的话你每天报上报下 这个行情你也不晓得在干嘛 现在只剩下2300亿嘛 对不对 每股一跌台股就量缩 然后乘2300亿 每股大涨 我们可能稍微涨一点点量 就来到3000亿 那你上去你不卖 下来你也不买 那你上上下下 其实也都在浪费时间 我讲真的 就是总是动一下 让自己稍微对于大盘的 这个价位的感受度更好 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随时这里 有一波往上走的行情 万一它真的跑出来 尤其是在下半周 可能你快的话明天 我认为明天可能比较快 可能在礼拜三或礼拜四 礼拜五 就是下半周的时候 它越许有一个红K就出现 那你一出现的时候 你手中你没准备好上去 你又开始很慌乱的 开始找股票 买也不是 卖也不是 因为你可能没有现金买嘛 对不对 然后你又距离你的价位太远 又不舍不得卖 对不对 那你总是要等到它反弹的时候 要去做一个调整 把赚最少的先砍掉 赔最少的也砍掉 为什么 因为表示说可能它有一个问题 可能冲拔面的部分 有可能被卡住 要先换 换到就是说准备找那个叠缀生的 是不是可以讲个反弹 那涨很多了赚很多了 是不是先获利了结 因为这个行情就是震荡 震荡来震荡去 那如果说你要有 就是想要去布局的 比如像微盛都写在上面 对不对 微盛就是慢慢走 或许明天微盛就带量突破了 它只要连续两根就已经过前高了 对不对 连续两根就过前高了 它从120涨到150 也不过才30块钱 以120块的股票涨个20% 30块差不多 对不对 华通今天留下引线 量缩留下引线 表示卖压不重 开地走到卫星通讯 AI伺服器的PCB 18同轮的部分 它其实也是慢慢涨 它免说不涨 但是它会慢慢涨 就这样 靖鹏 今天是没有拉上去的 靖鹏它是因为泰国的厂 的厂房也是在明年 2024年准备开出来 所以等于说在今年的时候 它的股价就是在这边上下震荡游走 量能这边都锁住 人家都把你锁好了 锁好了 锁好了 蓄势待发而已 它就是蓄势待发 它只是差一根10%的涨停板 表态 那我认为这个时间点越来越靠近 你越来越靠近10月20号的时候 就是说在下个礼拜 礼拜三是结算 台子期结算 当然跟结算没有关系 结算没有关系 就是说来到这边 11月开始就开始准备跑选举 那这边有一个选举的行情 它会缓缓发动 这一次的选举行情 应该不会像以前一样 很明确很大 但是它就会开始 用点火的方式 开始慢慢地烧上去 当然这一次里面 黄仁勋来台湾 昨天晚上去吃夜市吃个东西 今天早上你说它有涨也没涨 你看就很明显 对不对 开高以后开始往下回挡 当然也不是只有它 其实你看金像电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杀得蛮重 所以很多的类骨都是这样 就是说你今天的AI的部分 因为它筹码面 已经开始在做一个混乱 这边的业内大概都已经转向 转向 我认为它慢慢地 还是会去绕到这个上面 最近流感的问题 最近的中和性的感染疾病 流感 加上说第四季本来就是旺季 制药业嘛 对不对 为什么是什么意思 现在这四个月开始拉货 拉明年一整年的货嘛 我今天原料药只是比如说是感冒药里面的其中一环 抗生素里面的其中一环 还是说抗癫痫药的其中的一环 其中的一个成分 一个成分 那它做了以后 它才可以明年才可以供应给各大医疗院所 或医疗处所去使用 所以它的这个所谓的题材 不是说题材 就是说它的业绩的部分 当然就是现在开始进来 那开始进来之后 你台币又在所谓贬值 又在一个高档区 所以说我们以出口业 我们的药品也是出口 以出口来讲的话一定有好处 一定有好处 这是不真的事实 不真的事实 而且我们的政策面 也是偏多在这个生计医疗上面 因为生计医疗也算是护国群山 护国群山 这个是一定要走的一条路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何乐而不为呢 既然它是护国群山 对不对 我们可以来卡位嘛 对不对 生计股又不是只有一档 对不对很多嘛 对不对 这边有1 2 3 4 5 6 7 7档 随便挑嘛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它明天不会涨停 对不对 所以你敢说它明天不会涨嘛 是不是 我认为它有机会啦 是认为它有机会 就是说跟各位分享 我讲过了 我不会把它盖着 我会公开操作啦 公开操作 因为我觉得买卖点 就是你自己要去找啦 如果说你没有信心 你把LINE AT扫进去 有问题我会跟你讲 因为其实在6日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在做一个 国际盘式的一个整理 然后把礼拜一的开盘 大致上跟我们的LINE AT里面的好朋友 一起做一个分享 有问题 欢迎各位提出来 我也很乐意的去回答 因为最近的行情比较轨局多变 预祝各位现在就是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